接下来是如何抽回公文 已经送出签合的公文如果有需要修改 在下一个流程尚未解释公文之前 我们都可以将公文抽回修改 那如果要进行抽回 我们会透过公文办理的送件抽回 在这里系统会自动筛选可以抽回的公文 找到要抽回的公文之后 按一下前方功能列上的抽回 系统就会将公文抽回至代办区 那这里要留意的是 会显示在送件抽回这个列表里面的公文 代表下一个流程已经将公文打开进行检视 那这时候如果要进行修改 就需要请下一关的长官将公文退回给您之后 才可以进行修改 抽回的公文接着会回到代办区 那我们在这里找到抽回的公文之后 点选文号 就可以进入公文里面进行编辑修改 看一下系统的操作 我们从公文办理这里的送件抽回 点选进来之后 系统会筛选 在下一关还没有检视之前都可以抽回的公文 系统会筛选之后 在送件中送件抽回这里可以找得到 接着我们点一下抽回 将公文抽回系统上方会显示抽回作业成功 接着我们再回到代办区 找到刚才我们抽回的这份公文 接着我们就可以点选公文的文号 将公文打开 后续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编辑 那这就是送件抽回的功能 那再来当线上签合的公文 要怎么样转成走纸本签合 在编辑公文的时候 如果是选择线上签合 那当时如果有特殊的状况 例如说像附件的档案过大 我们就可以将这份线上签合的公文 转成走纸本签合 那这时我们就在代办区这里 找到这份公文之后 供选起来 接着按下上方功能列的转纸本签合 这份公文就会由线上转为走纸本签合 但是要留意的是 已经转成纸本签合的公文 就无法再转为线上签合 同样我们也看一下系统的操作 像这一份就是属于线上签合的公文 它在公文文号的后方会有显示一个线 那代表这份是线上签合的公文 那如果我要将这份线上公文转为走纸本签合 勾选起来之后 按下上方的转纸本签合 系统会出现转纸本签合的画面 并且要选择转纸本签合的原因是什么 那因为我的附件是有实体的 所以我选择附件为实体 按下确定之后 系统会显示转纸本签合作业成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原本371这份公文 旁边的线上的线已经不见 那这一份就转为是纸本签合的公文 那再来是结案或是决行的公文 要如何进行续办 已经决行或是已经发文完成的公文 如果要在办理或是需要再修改内容 重新进行发文或是归档的话 我们需要先请发文人员 或是档管人员将公文退回 那公文退回之后 我们才能够进行续办 退回的公文会在大半区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决行存档 或者是已经决行发文的 会在决行这里有注记 那我们勾选公文之后 按下上方的取消决行 就可以将公文的决行取消 后续我们就可以再进行公文的编辑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一份是已经决行发文的公文 那我们如果要取消决行的话 我们在这里勾选一下 勾选这份公文之后 点选上方的取消决行 系统就会注信 取消决行的作业成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份公文前方的决发已经不见了 那后续我们就可以再点击公文的文号 将公文开启 接着继续编辑公文